就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 一财学院的周三的课程 那么上一年度的课程 也就是说还有两节 今天那一节加上周五那一节 那么我先说一个通知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还有一些 已经购买了新一年度年课的 特别是老的一些学员 有些老的学员好像还有几十个吧 对吧就是二十几个吧 可能有还没有加入到新的群 那么就我这里说一下 就是以免你错过了时间 那么反正就是 就是老的用户 就老的用户 麻烦你就是添加一下 13661948045 这个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号 再念一下 就是13661948045 13661948045 这个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号 然后呢把你购买 新一年年课的这个 号码发给他 或者说是把这个截图发给他 然后呢那个 后台审核以后呢 会拉你录群的 好吧 就是还有还有这个可能十来个吧 没有那么多啊 可能十来个左右吧 就是联系一下这个公司与行业 这个微信号 因为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原来就有的 对吧 那就再联系一下 以免耽误你这个自己录群的时间 好吧 好 那这个 这个通知反正就是到 到这里啊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课程吧 今天呢是一个 就是算是一个情绪的修复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就是 今天算是一个情绪的修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市呢有3400字以上的股票 是出现了上涨 虽然指数是跌的 对吧 当然创业版指数 也不能算这个涨 对吧 就是微微翻红吧 至少不跌 对吧 那么 这个上证指数 深层指跟 科创丸指数还是跌的 但是今天情绪比较好 也就是说情绪的修复还比较好 那么情绪修复 比较好呢 主要是两个原因啊 首先我去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 大盘的分时 是什么 这个 黄线在上 白线在下 那么这 这就大家知道了 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 通常是什么呢 个股要比指数走得好一点 对吧 那么大盘的分时 黄线呢 是代表着 代表着什么呢 就代表着 非权重类的可股 这么白线呢 就代表着权重类的个股 对吧 那么这个是 嗯 等于说是一个 差不多个股相对来说 会表现的好一点的这个盘面 那么这是 今天的这种市场的情况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 就是 深圳华强 今天继续涨停 也就是打出了十连板 二 十 六 八 十连板 对吧 那么 深圳华强 嗯 本来预计是今天可能是要被核的 结果今天早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今天早上开得很好 对吧 什么叫 有可能被核 核就是你早上 大幅递开 递开6%以下 对吧 那可能有一点反复 然后再跌停 那么今天他这个 开盘是 很明显是比预期要好的 然后 虽然最砸了一下 但是整个的成绩还好 然后又上板了 那么深圳华强是代表 整个市场的情绪 也代表着什么 嗯 就是我们讲的题材的方 就是题材的这种 情绪的 所以深圳华强今天的 就是继续打造搞赌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之前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 看空的阵营抱团 比如说银行啊 对吧 这个煤炭石油啊 这些东西啊 那么当然 题材这边也会有抱团 那么题材的抱团 就是看高标嘛 所谓的高标就是 连板的这个强度 那么现在 深圳华强打出了连板的 这个 等于说最近连板的最高度了 就是实连板 那么很明显 今天对于情绪端来讲 它肯定是个加分架 那如果说 因为我本来比较担心 说今天深圳华强断板了以后 情绪也会往下走 那么情绪往下走 加上指数往下走 那么就会形成共振 所以呢 虽然没有形成共振啊 就今天没有形成共振 但同时也代表 调整没有结束 调整没有结束 所以呢 今天是情绪端 因为有了深圳华强的 这个加持 对吧 实连板的加持 所以整个来讲呢 个股出现了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反弹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来自于什么 我一次讲 那个股反弹也好 今天市场情绪回暖也好 赚钱向于回升也好 我们主要就看什么呢 看中正1000指数 其实就是中正1000指数 对吧 今天中正1000指数也是涨的 就中正1000指数 能不能比什么好呢 能不能比上正指数好 能不能比 这个银行板块走得好 如果它比上正指数走得好 它比银行板块走得好 或者说比50指数 300指数走得好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今天情绪端 不会很差 同时呢 市场会有一定的赚钱效应 或者说是有一定的回血效应 今天就是符合了以上这些条件 对吧 就符合了以上这些条件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盘面是什么呢 就是 今天虽然指数不怎么样 对吧 或者说指数 不管是创业板也好 就是创业板指数也好 对吧 还是这个生成值也好 对吧 还是这个 科创板也好 对吧 都是盘中再创新低的 都是再创新低的 就重心还是在下移的 然后呢 上正指数也是的 就破了个新低 对吧 把之前的2839点破了 最低达到2830.96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位置 就调整结束了 我的答案是没有 第一个 这个今天2830.96这个位置 还会被考验 对吧 肯定不能够说 已经确定调整结束了 或者说就最低点了 大概率还是要被考验的 而且我认为应该是没有调好 没有调好 那么等一下来讲了 对吧 那么 没有调好 有很多的 这个盘面的信号都 指向性 就是整个市场 也不是说光上正指数 没有调好 就是 就是整个市场都没有调好 那么 今天还有个特征呢 就是两次成交量 就我讲的是互生两次 不算北交所 互生两次的成交量 再次回到了5000亿之下 今天是 算是4900多亿吧 对吧 4960亿 那么 再次回到了 这个我们说 非常小的成交量 或者地量以下的水平 对吧 就5000亿以下的水平 那是不是 这个位置上 还需要有一次宣泄 不好说 那么 就 大家反正等这个 盘面信号的出来了 就是我们讲的 整个的市场 未来起稳 或者说有 这个 等于说是 启动信号 对吧 那么等一下 给大家来讲啊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符合启动信号的 对吧 那么今天我先说一下 第一个 上证指数 我觉得也没有调好 对吧 因为没有明显的去砸一个 就是往下砸了 没有砸下去 因为是什么呢 就是 深圳华强还顶着 那么 今天是银行股市不跌了 但是呢 题材的高位 深圳华强还是连板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觉得 如果深圳华强 当天 调整的话 就是说 我不知道 就明天还是后天调整 深圳华强断板 就是退潮的话 那对于情绪 还会有一次影响 我其实比较希望看到 当天是情绪跟指数 能够有一次共振 对吧 那有一次共振的调整 那么再起来的时候 这个就容易形成转换 但是这只是说 我的这个判断 就是说 所谓的判断 就是美好的愿望了 对吧 那最终市场 会不会走出来之中 你是没有办法判断 是哪一天的 那我们只能等待 他把这个 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所有的变盘条件 或者说所有的转折条件 能够最终走出来 对吧 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 等于说是 老的 就是去年的这些 就是我们的学员 对吧 也没有 大部分都是去年的 没有新加路的 那么 还是这句话 就是你可以有 你可以有无数种的判断 就是你可以无数种的判断 就像我这个周一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说了 如果你继续看空 你看到这个上证 这个上证指数2600也要破 对吧 那你就去拥抱 拥抱什么呢 拥抱现在的抱团 比如说银行板块 如果你要看转折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是 很清楚的设定条件 什么样的信号是转折信号 我怎么能够跟随这个市场 对吧 那么 讲一下银行板块 第一个我认为银行板块的调整还不够 不够 今天调整是不够的 那我在周 我在周日的时候专门讲了银行板块 对吧 那不是周日 周一的电视节目 今天的银行板块 这跟K线有点意思了 有点穿头破脚的意思了 什么意思 他有个高点 他的高点比昨天的高点要高 对吧 就打了个高点 当然是他的低点 要比昨天的低点要低 这个有点穿头破脚的意思了 我这种穿头破脚的K线出来 就比较好了 就比较好了 那为什么呢 我说跌的还不够 肯定是跌幅肯定是不够的 就是我们讲的补跌的 这个空间还不够 那么我也兑现了 反正我的预判吧 我也兑现了我的预判 就是跟大家讲 我在周一做电视节目里面说了 我说未来两天银行板块要补跌的 对吧 那你问我一定是昨天跌还是今天跌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判断 对吧 而且我讲的非常斩钉截铁 对吧 像我这种 这个就是 我也不是说 就我就是实事求是 对吧 我也不是说 我一定要看对 看对或者怎么样 这个反正就是我认为 他会调 我就会提前跟大家讲 而且我是在电视节目当中讲 说明我的把握非常大 但是你要问我就像我以前讲 我说两天里面肯定会有反弹 那就是我的把握非常大 那你一定要说 是明天还是今天 这个就我觉得就没意义了 对吧 这种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为什么 就像A股 我们的A股经常会有超涨超跌这种事情 那你说超涨超跌 它多涨一点点 对吧 多跌一点点都很正常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 百分之百的预估 就像每一分钟 你都能讲清楚 今天其实我写五评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我写五评的时候跟大家说了 我认为下午要回落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成交量不高 要回落的 而且我认为 我也不认为早上的这个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 上证指数的低点 就是一个低点 对吧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是我能看得清楚的 就是分时上 我能看得懂 对吧 它属于我 我能看清楚的范围 那能看清楚我就说 我看不清楚 我也没法说 这就是经常有人会问 哎呀 这个怎么看 那个怎么看 你怎么认为 我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搞定的 对吧 我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搞定了 你觉得这个 我是不是应该到北京 某个会所去报道了 对吧 搞不定的呀 对吧 那我们这个村里面 还跟你讲了 对吧 这个 要让这个投资者 获得成就感 等等这些东西 那他们也没搞定呀 对吧 我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搞定的 但是我 如果看得比较清楚 我觉得哪个地方有风险 哪个地方有机会 或者说我能 觉得 今天下午 比如说今天下午 如果说 你们去看 今天中午 我们因为自己有小圈子吧 对吧 大家都在讨论 我看了人家中午贴了很多 都说今天下午要上去了 那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我认为上不去 我认为上不去 而且理由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所以这是我看得懂的 我只能把我看得懂告诉你 如果说今天 走到中午的时候 我认为上午下午 看不清楚 那我也不会说这个话 对吧 我跟大家讲了 下午以后应该是 还要调的 那么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五评 对吧 五评的原话就这样 我认为下午 排除指数还是要 震荡回落的 所以这就是震荡回落 下午 那么 这个就是上证指数了 对吧 那么上证指数 一直顶着 对吧 今天反正也破了 但破了 我觉得也不够 银行板块了 反正该调的也调了 那么 这是银行板块了 对吧 银行板块 对银行板块 这是昨天的 对吧 这是今天的走势 那今天的这个 K线呢 我也说了 不是K线 有点穿头破脚的意思了 但是还需要再跌 明天再砸 对吧 那就好了 明天再砸就好了 这就有意思了 那么银行板块 我也说一下 对吧 就是我对什么板块 都没有意见 对吧 包括我自己做交易也好 我自己有选择 因为跟大家讲了 你的投资也好 你的这个交易也好 其实都是做减法 你肯定是在你熟悉的领域 里面去做 你不能去做那些 你不熟悉的 对吧 就像我不做银行股 我跟大家讲过 我不做ST 昨天还有人问我ST 对吧 今天那个ST警方吗 天地板好像是 对吧 这个叫地天板 对吧 这个先是这个 砸到跌停 又拉回去 对吧 但这种东西其实 已经开始吸引眼球了 就为什么他昨天已经说了 谁谁谁 这个就是要要要介入了 对吧 那个资本要介入了 这些东西告诉你了 就没什么 这个要特别小心 对吧 但是呢 我也是 因为我不做 不做那个ST 对吧 因为我觉得那么多的股票 我非要非要去做ST干嘛 对吧 那我也不认为这个 因为我也 应该这么说吧 我也不做银行股 对吧 因为我觉得 就是银行股 对我来讲波动太小了 我不喜欢这种 对吧 但是我 但是不代表 我说我不会看银行股 对吧 所以银行呢 就我也在这里说一下 比如说工商银行 对吧 那工商银行 大家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叫 6.6倍的PE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就是0.66的PB 对吧 那这是都是 基本都是静态的了 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呢 你会觉得什么 估值非常的低 那是不是这种估值 这么低的估值 应该还要涨呢 但是你别忘了 工商银行 你别忘了 对吧 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对吧 那 呃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银行 银行现在的情况 到底是什么原因涨的 对吧 它是因为业绩 非常好的上涨 对吧 还是因为 纯粹的资金暴团 那我个人认为 就是后者 纯粹的资金暴团 对吧 那 呃 现在中报还没出来 中报出来以后 跑不到哪里去 因为为什么呢 银行我们 我们四大行嘛 就是英文设计师 现在四大行嘛 四大行的 上涨的逻辑 其实很简单 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报团 因为你们去看看 因为它的筹码非常集中 就是国家对控制的筹码 对吧 呃 包括什么 公务基金啊 这些 它的配置都很少 在四大行里面 那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今年定价资金 在国家的手里 那么它当然是拉 这个四大行 这些国有的资产 对它的收益是最大的 对吧 也不会遭遇 这个无穷无尽的抛压嘛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就是 全市场 今天也是一样 全市场就是一个做多的 就是国家队 对吧 然后呢 其他资金都是国家队的对手盘 如果不是跟它做对手盘 指数早就涨上去了 市场早就涨上去了 也就是说市场里只有一个多头 其他都是空头 才会造成现在局面 那么作为多头来讲 它怎么办呢 那它只能是 为了 因为 任何一方的这个资金 进到市场 它不是为了亏钱的 它也是为了赚钱的 所以即使是旧市 也是为了把市场救上去 它也能赚钱 资本市场的残酷性就在于 是零和博弈游戏 没有一方是愿意来亏钱 拯救我们的 或者拯救这个场内的人 他也是要来赚钱的 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那当然就是 拉他自己的阵营的东西了 对吧 这就形成了 这就是为什么跟市场 其他资金形成了对手盘的关系 对吧 那本来就是一个 这个减量博弈的情况 所以 四大行 本质上 就是一个抱团行为 而根本不是什么 而且是什么 叫逆基本面的 拔固值 什么叫逆基本面的拔固值 因为大家都知道 银行的这个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银行的这个 利润 对吧 我们国有大行的银行利润 基本都是垄断的 而且都是来自于 存贷这个息差 对吧 那么存贷息差里面 一个最大的大头 就是房地产 那么今年 这个 从去年到今年 大家也知道 对吧 整个地产行业 的情况 那么也让这个 银行 就是 这些银行股 那 就 整体的业绩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如果美联储 进入到降细周期 那国内的这个货币政策 也会随之 有更大的腾挪余地 那么利率还会下降 那么整个利率的下降 其实对银行来讲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情况 那另外还有一个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只涨四大行呢 对吧 那你说如果从存股叙率的角度上来讲 那那些小银行也一样的呀 股叙率也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只涨 只涨这个这个 就是 四大行呢 那你就知道实际上是跟筹码 结构有关系嘛 对吧 就是谁控股的有关系嘛 不是涨所有的股票 不是涨所有的银行呀 对吧 不然的话你就涨这种银行嘛 这个也得涨呀 对吧 那为什么不是涨这些银行 所以 就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啊 就作为银行板块来讲 就银行板块 对吧 我们就拿这个 工商银行来讲 作为银行板块的这一轮上涨 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资金包团 对吧 就是资金包团 那么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实际上不是你去看PEPB的问题了 如果你要看PEPB去找股票 那没办法了 因为你没法比较的 对吧 比银行成长性好的 公司有没有 有的呀 那为什么只涨银行 他们不涨呢 所以你是讲不通的 就如果你要用什么 基本面来 基本面逻辑来解释 你为什么涨银行 对吧 你这个是解释不通的 所以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包团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们就讲 稳定性跟高股息率 其实最好的资产不是银行 你看银行的这个 就是 我们说收益的稳定性 没有什么好呢 没有公用室也好 什么叫没有公用室 比如说高速公路 水电 对吧 没有公用室也好 为什么公用室也好 因为你看啊 不管我们的 现在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你会发现 对吧 前段时间的 什么自来水要涨价了 电费要涨价了 对吧 那你出行 这个我们说高速公路啊 等等这些 这些费用都是要远远 就这些公司的 我们讲的营收的稳定性 要远远好银行 然后他们的股息率也不低 那为什么不是涨他们 为什么不是抱团这些 而是要去抱团这个四大行呢 因为四大行里面的筹码结构 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对吧 你们看一下F10吧 就知道 因为之前跟讲过了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之前讲过了 你就看F10 十大股东 你就知道了 对吧 你就知道十大股东了 清清楚楚的 财政部 从中央汇集 香港结算 直接代理人 对吧 就代理人 那你就知道了 这个汇集 政经 很清楚了 你看看 这个基金的持股 你就知道 这个还是 开放式的直数基金 对吧 就这些 你看他的占比 才占多少 你跟这个占比 能比吗 没法比的 对吧 那你就知道 为什么是抱团他们了 那么 反正 我觉得比较简单 对吧 那抱团这些东西 就代表着市场 没有出现转机 没有出现转机 因为他们本身代表的是 抗空的阵营 而且是抗空阵营现实 越报越紧了 这个跟朝提债一样的 最后呢 就剩下几只股票了 然后这几只股票再决胜负 决到最后就剩一个了 一个最后倒下 那重新开始 对吧 就我们讲的提债新州去开始 那现在也是一样 抱团阵营里面 最强的就是银行了 那么就等着银行 银行 银行这个最后 就是我们讲的 抱团的瓦解了 如果银行 最后抱团瓦解了 那么市场才会迎来新的转机 就这么回事 我们也不去说 对跟错 我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意义 市场都是有效的 市场走成这个样子 都有效的 现在并不是来讲 谁的估值低 谁的估值高的问题 谁的基本面的问题 它就是站队的问题了 对吧 你愿意站 你说我继续看空 那就买银行 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 要有转机了 那就是你要等待 银行的调整 对吧 不垫 就这么回事 所以银行板块是 实际上就是 说白了 就是逆 基本面的 拔股指 对吧 就是逆基本面的 这个纯粹的 这个抱团拔股指 到时候大家反正也可以去看看中报 三十一号就本月底 对吧 周末的时候就可以看看中报 中报的情况 四大行都是一样的 对吧 那么历史上都是这样的 不管是这个六十倍的茅台 还是一百倍以上的海天位 当时时间涨的时候都是有理由的 核心资产啊 等等都能跟你讲 对吧 让你觉得它是一直会涨的 包括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也有人说 我现在叫满仓工商银行 对吧 我不反对 对吧 那就是你满仓就满仓 我觉得满仓有它的理由嘛 对吧 最终市场会跟它说对跟错的 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抢这个谁对谁错 它就是一个说阵营的问题 对吧 因为就像 你总会站在多方 站在这个空方 你总要站一方嘛 对吧 那个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也不莫灵两可 对吧 那么最终谁来决定对错呢 对吧 拉长周期看 或者说你说站在未来一年的角度上来说 到底谁对谁错呢 那由市场来决定 市场先生是总是对的 那这反正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然后呢 因为历史上都是这样的 每一次抱团 他最终都会被市场反噬 每一次抱团都会被市场反噬 特别是非常极致的抱团 都会迎来市场的反噬 因为我想说的是市场一直是有效的 只是它在某些时限点 会受到一些人为营收的干扰 而所谓看上去有点失效 但拉长周期看 市场一直都是有效的 从来没有失效过 它只是时间的问题 对吧 就像我们说 经常会有这个人为的干预 导致了超长超跌 就这么回事 但最终该跌的总要跌 对吧 毛铁包括毛铁大家可以看看 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当年的毛台就是神话 对吧 怎么可能毛台应该是永不落 对吧 怎么可能走成这个样子呢 你想不到的呀 对吧 两千多块的毛台的时候 怎么可以想到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对吧 就海天位也是 对吧 当年的海天位百倍海天位也在这里 对吧 多牛啊 现在快剩下一个零头了呀 你想不到的呀 这个事情 但我说了 市场是有效的 总会被反噬 总会被反噬 好吧 那么 最后就讲一下 银行板块呢 因为我是周一做电视节目 我在周一收盘了以后 我非常仔细的看一下银行板块 对吧 然后把四大行跟银行板块 都逐一逐一去对 对比 我的交易系统显示 这个地方一定会调整 就是我说的 我不知道是 昨天调还是今天调 但是交易系统已经提醒我 我的交易系统一般是这样的 就到目前为止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对吧 我都是提前跟大家讲的 那么 其实就是对过去所有的经验 以及 就是市场的结构走势 来做出的一个判断 当然这个都是判断了 今天市场走出来 让我的判断是对的了 对吧 那 就是你过去的数据 你过去的 所有板块的走势 对吧 最终来决定 它是不是高了还是低了 那周一的时候 我很自喜的看了一下 我认为这个地方 没有不调整的理由 对吧 剩下的就是时间 到底哪一天调 我不知道 对吧 反正就是 我一般讲这个话的时候 都不会超过两天 你们都知道 对吧 都不会超过两天 肯定得调整了 那么今天就调整了 那现在调整了 是不是代表着 我也讲了 就是 我不知道说 这个地方的调整 是不是就是 终极调整的开端 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要看后面 它的结构怎么走 只有走出来了 我才能知道 就像之前 大家也知道 我讲煤炭 你们也知道 对吧 还有这个 做直播的时候 还有很多杠金来杠 对吧 我说的煤炭板块 当时对吧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 就讲了呀 我说这个就是 煤炭的顶部了 就煤炭的顶部了 但是像这种板块 顶部它很复杂的 它不是说 今天你讲完顶部 它就从直开始一路点 没有 你看顶部都反反复复的呀 对吧 但是你要看 如果从这个地方 我讲这个地方 讲 就上半年讲的 对吧 讲煤炭嘛 电视节目当中也讲 对吧 你们跟你们也讲 反正公开的地方 我都讲 煤炭反正肯定不能碰 对吧 那你想 从这个地方 哪怕再拉个高点 你也赚不到什么钱 对吧 那有些个股另当别论 整个板块 虽然下去又上来 下去又上来 那现在走成这个样子 你就知道 肯定是下去了 对吧 我只是提前跟你说了 这个地方就是顶了 至于这个顶是三重顶 还是两重顶 还是复合顶 对于很多的大的 权重的板块来讲 通常都是比较复杂的复合顶 都是比较复杂的复合顶 为什么 因为资金要从这里面退出来 它不可能是直接就下来了 对吧 那肯定要反反复复 那就我举个例子 巴菲特减持的苹果 百分之五十 对吧 差不多就是他的一半仓位减持掉了 那当然他如果减持苹果 他肯定是对七姐妹是有看法 或者对苹果是他觉得可能比较高了 位置我要减一点 有可能要跌 但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就类似苹果这样的公司 对吧 即使真的要跌了 要调整了 他也是一样的 会反反复复的 这种大十字的公司 对吧 包括这个科技巨头 哪那么容易就 一枪头就跌下去了 这里面有多少资金了 对吧 就说白了 就我们讲的难听一点 对吧 就是用比较 这个怎么知道 就是比较 这个阴险的这个 揣测对吧 来讲 就别人要大的资金 要从里面出货 他也要优多呀 对吧 他不然怎么出的掉了 他肯定要优多 认为还能涨 让很多人知道还会涨苹果 那有人去接了 他才能出的掉呀 如果大家都一致性的预计 苹果这里地方要跌了 那谁会买呢 他怎么出啊 出不掉的呀 对吧 所以其实 有的时候 当你看到 比如当我们看到 煤炭板块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高位了 但是呢 你知道高位 它是个符合顶呀 反反复复的呀 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呢 那帮杠金 就是搞不清楚的人 他就 你不说跌了吗 又涨了呢 怎么样 你不说跌了吗 他又涨了怎么样 对吧 所以你就不要跟他 不要去跟这种人搞 没什么必要 因为为什么 他喜欢 你就让他去买 对吧 搞了 到时候搞了一层煤灰 也是他自己 所以 那这是顶部的嘛 那底部也是一样 你翻过来不就底部吗 你把它翻过来不就底部吗 那底部也是一样的 多重底呀 筑底也很艰难呀 就像现在的指数 你看到吧 你看到现在指数啊 缩量 震荡筑底 就这样的呀 对吧 或者盘底 也一样艰难 一样艰难 那么顶部 底部都是比较讨厌的 什么是最好的 我就接下来来讲 什么是最好的 对吧 什么是最好的 最好的就是 你要让他把均线系统离顺 让你看到 他有上涨的趋势 那段时间是最美好的 因为他会形成一个 方向上的趋势 就像他要下跌了 在顶部结构做完了 那就下跌趋势开启 那在底部呢 底部结构做完 开始这个 重心上移 对吧 那么他就要开始 有一段上升的行情 所以那个是最美好的 你只需要知道 那个是最美好的就好了 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你们看到我今天早上写了 写了什么 我说你要去低吸什么 低吸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里面 其实有一个冷门的 我写过的 你们可能都 可能就很多人 根本就没注意 我写了个冷门的 因为现在什么叫热门 三折叠平时 就三折叠平时热门 对吧 AR眼镜是热门 是吧 苹果概念是热门 但是有一个冷门的 我那天专门写了 而且就因为这个冷门 而且这个冷门的股票 咋能啊 20% 你们都没注意 这个冷门的板块 叫什么 叫智能戒指 也是消费电子 它的龙头 就是热心意料 它的龙头 就是热心意料 人家中报也出了 业绩也蛮好 对吧 然后给大家看看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它 底下的均线都排好了 就那天掌听板 底下的均线都排好了 全排好了 拉了个掌听板 对吧 也占上了年线 然后昨天呢 调了一天 又调了一天 昨天又调了一天 以后有机会跟大家讲 其实我贴了张图给你们的 你去看看 是不是它在 这个这个 尾盘的时候 第一个没有拉尾盘 然后呢 就是慢慢放下来了 对吧 这个股票其实就是我今天的重点 那么早上你只要开一下开盘就好了 对吧 稍微往下砸了一下 很快收复了 T亮组上钩 看到没有 T亮组上钩 你就知道是它了 不然不会那么快收复的 对吧 你看一下 教过你们的 这个技术教过你们的 对吧 T亮组上钩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是今天 它炒的不是医疗器械 炒的就是智能戒指 其实就是智能穿戴嘛 这就是消费点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你能够 都是可以提前做功课 对吧 就是 怎么说 就提前做完功课 你能够 你能够在第二天把握住的机会 这就是我能做的一样 昨天还有人问我 对吧 你为什么不说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 这个防务检测 对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不认为它能走 走了很远 而且呢 昨天是防守型盘面 我不敢做防守型的东西 这个叫防守型的盘面 我不敢做进攻型的东西 我怕 上不去就被干掉 第二天就离开 对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除了今天啊 就是那个 一字版的嘛 那个叫什么 检测嘛 火箭集团 对吧 就连续一字版 你去看看昨天的那些 对吧 有什么好结果吧 你看深圳 瑞捷 这个也是的 防务检测 对吧 大抵抗 昨天这么强啊 20% 对吧 还有什么 这个什么 营建科 都是的 对吧 建科员 都是的 建研员 你看 你看走成什么样子了 所以我不敢做 上海建科这种 都是昨天这场题的 我不敢做 我唯一敢做的 对吧 就是那个叫什么 哎呀 下车卡住 看一下吧 就昨天 这个 那个叫做 海城药业 对吧 这个是我唯一敢做的 昨天唯一敢做的 对吧 就这个 为什么 猴斗 昨天猴斗概念 对吧 因为亚洲发现有猴斗的传染 感染者 那么 作为防守来讲 昨天防守来讲 他本身医药是个防守 那正好又有事件驱动 那这个是敢做的 所以呢 你做这种票 对吧 就不太容易吃亏 所以 你说我一定要卖到最高点 怎么就不太会 对吧 反正就是拉高了 我今天也说了嘛 今天拉高要跑 对吧 我跟大家讲了 好多概念今天要拉高跑 两个嘛 一个是这个嘛 一个是亚太耀眼嘛 都给你拉高跑的机会的 一个是十厘米的 昨天也买得劲的 对吧 就这两个嘛 那你还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 包括我 我 这个就是实际上 就是你的交易系统嘛 就是新一年 新一年度的这个年课里面 会教大家的 这个 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 其实这个就是 确实有点难度 就是 就是作为我来讲 我只能说尽力交 对吧 那你能学多少 要靠你自己的 就 时间的 他需要时间的积累 你没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是不行的 那我不能保证 就像有人会问我 这个你为什么不说啊 那个 这个 怎么不好啊 对吧 我不能保证 所有的板块 我都搞得定 但是我 我只能说 我大概要判断一下 市场是什么情况 如果我觉得 你昨天是防守市场 那我肯定要选防守板块 就是以防守带进攻 我不至于说 出现差错的时候 我会 我会出现很大的回撤 对吧 那么这就是你要选板块 那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情绪段还行 对吧 就是或者说 我觉得 消费电子这块应该会轮转 就是我觉得 今天去低吸消费电子的 盈亏比不是很差 那我就会选择消费电子 那就是这个情况 对吧 那因为 为什么呢 我今天是 想着 就是一个是华丽嘛 对吧 华丽嘛 早上华丽还开的 开的这个是涨停开的 对吧 那么我想着 如果华丽能够 一个是华丽 一个是凝水嘛 对吧 这两个嘛 这两个 反正我觉得 只要有一个能够 晋级的话 那么其实对消费电子 这块应该还是 还是算加分项 或者是对华为 这里还是加分项 那 就是 至少消费电子这里 低吸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呢 消费电子低吸呢 有个比较好的情况 就是至少到下月 就下个月嘛 9月 比如9月10号 对吧 这个苹果的新品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眼镜的 Mate的眼镜啊 包括华为的三折日评啊 等等这些东西 新品的发布嘛 那都在9月 中旬左右 对吧 那时间上肯定没什么问题 所以你不太容易吃亏 对吧 至于你说什么 西部大开发啊 这种什么防务检测啊 这些东西 我就基本上 我是主动放弃的 因为你 就这个东西 就是五五开 我不好说 对吧 就像西部大开发 你看 就是西部建设 一个顶着 顶着非常好 非常牛逼 但是你又买不到 对吧 然后你去看啊 你看这种 新疆焦店 就是跌的 昨天的北新路桥 对吧 也是 昨天没掌停没封住吗 昨天不是他上去封掌停吗 没有封住 对吧 给大家看一下 没有封住 最后砸掉了 今天就大敌凯 看到吧 所以非常难 这种炒冷宽的东西 我是不太愿意做 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现在本身是个弱势 它不是个强势 弱势市场 很有意思 弱势市场 对于这个就是 这个叫什么 对于那个叫什么 你怎么说 就对于题材来讲 它不能够形成多题材共争的 就一般来讲 一天里面最多能一两个题材 不得了了 这是弱势 你说你就五千多亿成交量 你还指望七个题材并行啊 六个题材并行啊 不可能最多一两个题材 那你想最多一两个题材的情况下 你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 你这个题材 今天不动 有没有可能明天动 就是你要给自己留一个安全电 你不能说我今天涨了以后 明天肯定就是 就是今天有可能冲高回落 明天就吃面 这种概率出来了 你就不行 就不能去定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 西部开发跟这个 仿物检测的原因啊 当然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绝对的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说什么 有的东西我是不说 对吧 当然也有可能会看错 那么在这种 就是在这种市场本身很弱的情况下 这个市场主体的情况下 所以我宁愿是看错 我不愿意做错 我不知道这样说 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我宁愿是看错 我宁愿错过这个机会 我也不想犯错 因为你犯错 就是很有可能就打灭 又10%没了 你买个股票又10%没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就是 讲一下吧 对吧 就是 其实就是交易系统的一部分 所有的交易系统 你肯定是要有先有判断的 你不可能没有判断 那你判断了以后 你要做功课 什么样的情况 如何怎么应对 对吧 那你才会有第二天的 这个所谓的交易的选择 不然的话就没有用了 就像如果我说 哎呀 我不看好 这个系统开发 可能会有人对 你看到吧 人家系统建设 天天涨停 你不看好了 你没有买了 对吧 你就是这种人 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去讲 为什么 出了第一天 后面你根本就上不去 对吧 昨天爆量 昨天这么爆量 今天有可能断掉了 如果今天我跟你说 今天深圳华强断掉 他有可能开发 也可能断掉了 那你昨天上去了 今天都不一定赚钱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我觉得 你走出来 最后你走出来了 你是觉得他很牛逼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是肯定不会做这种的 对吧 有的选 肯定做医药股 肯定做海城 那这个是 就是盈亏比算的过来的 对吧 我何必要去跟他 追击涨停啊 对吧 把涨停板上去买 没必要的 对吧 这种盈亏比算的过来 说白了 今天哪怕是 集合金价跑 你昨天买的都赚钱 对吧 你昨天又不是打板上去的 都能赚钱 无非就赚多赚少的问题 所以这种就是确定性 确定性的机会 好了 让我们回来 讲一下 今天市场不符合条件 我们再来讲一下 不符合条件 是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SD板块 SD板块 早上我说的时候 SD板块排在第二名 第三名 我忘记了 对吧 第二名还是第三名 但凡你们知道 任何一段行情的启动 任何一段行情的启动 都不可能是SD板块 处在前三名的 都不可能 SD板块代表什么 SD板块是代表 这个市场上最差的东西 不然它怎么是AST呢 对吧 AST就代表基本面最差 那你想 基本面最差的东西 都能够涨到天上去了 或者排到涨幅前面去了 说明什么市场上 没东西涨了呀 就变成了筹把博弈 而并不是什么 有一个什么好的逻辑 我们开始涨了 那这个都是什么 就代表今天根本就不是 什么变盘的信号 那我们先把成交量 放在另外一边讲 根本就不是什么变盘信号 所以但凡你看到了 因为我也写给大家看了 对吧 但凡你看到这个情况 你就直接可以pass掉了 那事实证明就这样 对吧 是不是pass掉了 今天 没了 就不用去看 今天会变盘啊 对吧 而且呢 也没形成共证 那么好了 问题来了 今天前面长的第一名的 对吧 是这个人型机器人 下午也有所回落 对吧 就是人型机器人 下午也有所回落 那么今天是属于 这个人型机器啊 长得比就比较好了 对吧 一方面人型机器 还有呢 是娱乐产美 就这个下午娱乐产美也起来了 对吧 人型机器娱乐产美 这些东西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些板块 包括还有些什么 这个化工涨价内的 对吧 因为今天第一个 我们就拿能型机器来讲吧 对吧 你看能型机器 成交量也没放大 对吧 成交量也没放大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涨幅不够 没有一个领涨板块 什么只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呀 对吧 我以前讲过了 像这种提材板块领涨 你不搞个百分之五 都好意思说自己是领涨板块 这是一个 那这些都是啊 就涨幅不够 就这个 所谓的上涨力度不够 还有一个是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逆指数的 今天指数是跌的 今天指数是跌的 对吧 创业板也不算涨嘛 就今天指数跌的 所以他们都跟指数 所以叫做逆指数 那么一般来讲 逆指数的板块 就今天表现特别好的 逆指数板块 那往往明天就是在 处在跌幅前列 或者说明天就是跌的 我这样说 大家能理解了 对吧 那么像这种什么 一家和啊 对吧 一家和这种东西 那明天就看 明天出位超预期 顶一指板 或者说你能看到 今天涨停的里面 对吧 人心机系列里面 涨停的这些 能顶 十厘米的 至少要有 比如说像这种 行李装备 要去顶一指板 对吧 那才会有超预期 如果不是 那基本上也没什么超预期 也就是什么 前排的可能还好一点 对吧 这个心心装备 其实还可以 这股票 这股票还可以 这股票后面有机会 还能吸的 还能去低吸 这个股票蛮好的 就是整体形态 是蛮好的 对吧 就这个后面有机会 还是可以去吸的 应该我觉得有高度的 后面还有点高度 但明天不好说 对吧 就是我说的 明天你得要 有这种 大胆顶一致的东西 来去带情绪的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像今天20厘米的 对吧 20厘米有两个嘛 一个是 这个发言经济 对吧 这是20厘米的 低位的 还有一个就是双飞嘛 双飞 这20厘米 这两个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两个 只有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明天 就明天啊 除非有10厘米的 超强一致 一致把打蛋顶上去 这两个才有可能 这两个品种啊 对吧 这两个品种 才有可能有套力的机会 才有套力的机会 不然的话也没有 所以我我个人是倾向于说 因为他们没有跟指数共振 所以明天大概率啊 就是就 这些今天长得好的品种来讲 大概率还是 明天持续性 很难维系 另外还有个隐患在那里 就是那个深圳滑墙 深圳滑墙的隐患 对吧 因为深圳滑墙断板的话 他对情绪就会有影响 如果深圳滑墙 明天断板 对市场情绪有影响 同时这个 上证指数这边 我也认为没有调好 那么银行板块继续跌的话 那就有可能形成 明天的情况就是 今天是什么 指数跌了 股票还可以 那明天有可能指数 跟股大部分的股票 再砸一下 一起跌一下 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大 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最后来讲一下 市场见底的信号 到底是什么回事 刚刚我们讲了很多了 对吧 就是以前讲过了 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比如说 这个一定是要 上上直数 对吧 你这个 就是上上直数率先 上涨 对吧 然后呢 成交量肯定要放大 你成交量不放大 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呢 这个中正一千 要带出这个赚钱相应来 还有什么 就是你要在高低位的切换 板块的高低位切换 然后这个板块的高低位切换 就银行板块还要跌 对吧 那么题材来讲 市场好像要 这个 对于说断板不跌 然后呢 就增量 要看到增量资金进场 增量资金主打的是什么 要主打的低位板块 因为增量肯定是 低位板块的 也就是说 你在涨幅榜上 当天的涨幅榜上 你要看到 增量 主攻的低位板块 比如说 娱乐产美 我觉得也蛮好的 没什么不好 娱乐产美 也挺好的 但是你得放量 上工 今天娱乐产美板块 你得涨到5% 上工 这就对了 对吧 因为本身是低位 没啥问题的 这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是资金的选择 对吧 但凡你看不到这种情况 就增量本身没有对 低位的动手 那么意味着 高位就不会受到威胁 因为只有低位 只有低位的板块 被增量拥抱 那才会对什么 高位形成威胁 就是高位会被资金失从 大家都看明白了 现在什么 有增量资金来供低位的了 那高位的里面的资金 就会出来 为什么高位里面的资金 会出来呢 因为高位里面 有很多资金是叛徒 什么叫叛徒 他本身就谁赢帮谁的 就是有人不是看空吗 看空他就买抱团的 那现在他发现不对了 我不能看空了 因为为什么 人家开始进攻了 那他就会从高位的里面出来 然后再去拥抱低位的 那低位的会被资金 不断的加强 然后行情开始启动 对吧 这是比较 就是我讲的这些这么多的 必须条件 你是一定要记住的 你不记住这些条件 是没用的 所以你就很难在盘面上去判断 对吧 就我现在是在提醒你们 比如说哎呀 我说今天是可以做着差价的 我没说今天是 可以打去加仓的 对吧 你就做着差价 可以的 没问题 对吧 然后我也说了 对吧 消费垫子这一块 你做着差价 那应该还行 那 如果说我认为市场有转折了 那我也会跟大家讲 但是我希望是说 不要每次都 我来讲 我来提醒你 你还是搞不清楚 我把这些条件都给你设好了 你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市场会不会形成转折 所以就不存在什么踏空 不踏空的问题 对吧 因为 现在你说 有人去判断 这个 这里就是什么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对吧 要继续去买 那也可以 也可能判断对 那有人现在会说 找了 有的盘了 对吧 那继续盘 比如说银行还在高位震荡 他继续盘 他也说对 那你说这两个都能 都 这两个阵营都会有人说对 但别人说对 说错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你没有任何帮助的 你需要做的就是 你现在要想的是 你想你是要做干嘛 你想干嘛 如果你说 我就是要等变盘信号出来 我要跟着什么 市场的增量资金一起冲锋了 那就等着 等什么呢 你就等那个增量资金冲锋的信号出现了 你就跟着冲就好了 因为我们都是市场的跟随者 我们不是市场的领行者 你记住我们的钱 根本不够领行的 我们的钱只够跟随 那同样是跟随 跟的好坏 跟的节奏是有讲究的 对吧 那你跟对了板块 跟对了节奏 你自然而然赚钱呀 就就 我再说一下 就那天我在电视节目当中讲了 对吧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是听到了 但他 他们是不可能懂的 那 有人会问我 你看这个板块怎么怎么样 我说其实很简单 如果一个板块 能够放量涨三天 你哪怕这三天都不在 你放心 别人不吃了口肉吗 就算他判断对了 哎呀 他很牛逼 判断对了 他提前进去了 他吃了口肉 你放心 我保证你能喝口汤 为什么 因为一个板块连续放量涨三天 他就不可能是一波流行间 至少要返筹做双头 或者说有两 二波行间 你就等着做二波 或者等他分歧的时候 你把那个强的东西 你就看好了 对吧 就教过你们怎么选股票 你保证能喝口汤的 所以你永远不会错失一个板块的机会 那反过来呢 如果这个板块就是一日游的 你错过了又怎么样呢 对吧 因为为什么 你追进去第二天 就轮到你买单了呀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你根本不用挤的 小白跟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的区别就在于 他老觉得他自己要错过几个亿 哎呀 这个东西起来了 他就很激动 哎呀 怎么办 我明天怎么办 我要买 对吧 没事了 你看清楚了再买也可以的 如果每一次你都能保证自己喝口汤 一年喝下来的汤 都已经够你赚的了 你不要要求高了 天天吃肉了 对吧 你每一个主线 或者每一波市场上的热点 你都能够跑进去喝口汤 你想想你还了得 对吧 所以你别担心这个之为踏空的这个事情 好吧 然后那个 我们拿创业板来讲一下 什么叫见底信号 什么叫见底信号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这个不是见底 至少就是你买进去不会吃亏 如果你在这里买了 你不会吃亏 因为后面涨了 那这有个什么特点呢 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看 有个什么特点 就是当天的 看清楚啊 当天的阳线 是什么 这里不是有个阴线吗 它当天的阳线 是什么 探底阳线 就是低点比低点低 它的低点 比前一天的低点来的低 更低 比前一天的低点来的更低 听清楚啊 这天的低点 比前一天的低点来的更低 然后呢 是最好是一根反暴阳线 或者说一根插入性的阳线 但是有个要求 这个要求是 它的成交量 一定要超过前一年 就成交量一定要放量的 最好能站上成交量均线 我给大家设置过的 看到吗 成交量均线 它站上了 所以呢 它就能持续一段时间 虽然也是反弹 看到吗 今天符合吧 大家自己看 今天符合吧 不符合呀 为什么 第一个没有插入均 就没有形成插入性的阳线 对吧 创业版 虽然还是涨的 创业版 第二个成交量符合吧 不符合 不符合 你就不符合了 那你可能说 那明天它就新低了 明天来跟新低 反暴今天阳线 同时放量呢 那就符合了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你只要看一个上午 你最多看一个上午 你就搞清楚了 行不行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今天下午 指数还要跌的原因 对吧 那给你 给大家复盘一下 所以你不会吃亏的 你知道吧 你不会吃亏 有人说 那万一我判断错了 它反弹完了以后 又下跌了 没事呀 它可以反弹一段时间的 你能赚钱的 赚完钱 它不行了 你再出来好了 你不会吃亏的 懂啊 就是即使我判断错了 或者你判断错了 但是你没吃亏 那如果每次都是这样 你哪怕判断错了 你都赚钱 那判断错了又怎么样了 你赚钱就好了 你的目的不就是来市场赚钱的吗 你又不是来市场判断对错的了 所以别纠结这些事情 对吧 只有那些傻里巴迹的 就是刚刚混到虎师里来了 他才会跟你纠结 你不是说明天要涨吗 那明天这个跌了呀 怎么说 他天天给你搞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没必要 你只要知道 你应该什么时候进场 进场有符合什么条件 进完了以后很从容 对吧 长不动了 或者说你确实到后面 你看啊 你看他这一段 对吧 上去上去 陈佳南有尾收了 你就知道不行了 那走了就好了呀 跑了呀 你跟他搞什么了 对吧 就别搞了呀 特别是这种 阴线出来的量 要比阳线大 你要跟他搞什么 就这个阴线比阳线还大 成交量 对吧 那就算呀 好了呀 对吧 再不计 这里 下来不行了 你就跑了就好了 最多什么 就少赚点钱 对吧 这是第一次啊 就是哪怕看错 他也有反弹 好 那么 这里 看到没有 这是一根 插入性的阳线 这叫插入性的阳线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他的低点是不是比 当天的 这就比昨天的低点来的低 对吧 但是当天是受根阳线 而且他的高点也比他高 最关键是他的收盘价 对吧 就是他直接就插入 插入了这根实体阳线 叫插入线 关键 最最关键的就是成交量 看到没有 成交量出来了 这个成交量决定了 他后面能走一个 所以你不会吃亏的 你当天赶进去 也不会吃亏 当然我这个讲的是指数了 指数你也不可能 所有的股票都涨停了呀 对吧 那个时候你去 加仓啊什么的 都不会吃亏的 好 然后那大家看大级别的 给大家看大级别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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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大级别的 这个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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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一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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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大级别 更大级别 嗯 这个有点乱 这个确实 有点乱 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大级别 更大级别 就这个地方 当时的创业版的底部 给大家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创业版的商敌啊 这个级别 大家看到吧 这个地方就是一根典型的反包扬线 再再拉大一点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到没有 放量 成交量啊 这是 看一下啊 成交量啊 对吧 2018年 10月份 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次 对吧 因为他做了商敌嘛 这是第一次 反包扬线 放量 上去了 也能走一段吧 好 这是第二次 就在这里第二次 又是反包扬线 看到吧 又是放量 都突破均价线的 均量线 讲出了 均量线 对吧 看到了吧 然后就开始了 然后就开始了 那么 很简单的道理 现在你要去看的指数 双创指数 必须要走出这种反包 放量扬线 如果 没有反包放量扬线 你就 没有进 就是没有进场的信号 那你也不用激动 有了 你就能进场 错了也没关系 因为错了 你也不会亏什么钱 对吧 因为他还要延续 往上走一段了 只是说 走多长的时间 或者走上去 再下来 下来 再来一次 这是有可能的 不是没可能 但你的犯错的概率极小 就你付出的代价极小 最多不赚钱 但是也没啥 对吧 那你买的好的 不是买的好的 你反正按照 比如说我说的什么板块 你进去的 应该不太会亏钱 应该不太会亏钱 所以这就是 我要跟大家讲的 每一次市场的底部 真正的大级别的底部 现在就要等 现在肯定是大级别的底部了 对吧 你要等这个级别的信号出来 你看不到这种信号 你就不要搞 我的系统其实 很多次 因为A股其实本质上 没什么变化 对吧 都是 其实过去会发生的事情 再演变一遍 就是到现在再演变一遍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经历 就是有些人可能 在股市里面混的时间少 他没有经历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他到处听人讲 其实不用 历史都会重演的 只是说在不同的时间点 重演 或者说 所谓当中的 这个结构有点变化 但这叫做 大同小异 对吧 大同小异 那么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每一次 到了底部的时候 就是到了比较大级别 底部的时候 确实 都会比较难 刚开始都会比较难 那你要做的 就是耐心等待 等待那个信号出来 对吧 古灵比较小的 少的 就古灵比较少的 可能你对过去 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我做的比较多 所以我能跟大家讲 对吧 每次我都能跟大家讲 过去发生了什么 什么情况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是针对古灵小的 那有的人 其实也是老股民 但是呢 老股民他也有缺点 缺点是什么呢 就他 走过的那 以前的条路 他忘记了 他不知道怎么走的 他就啊 懵懵懂懂 反正哎呀 以前嘛 反正股票也涨上去了 或怎么样 对吧 但是我觉得 作为 未来新一财年的 这个 我教大家 怎么来建立自己的系统 你是一定要 对你所有的 以前的 过往的交易 包括一些 市场的这种 走势 要去严格复盘的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 就是等于说 不是跑赢市场 是能够战胜 跟你一样在市场上 炒股的人 你别指望 战胜那些 比你水平高的 对吧 甚至于机构啊 等等这些 不太现实 你只需要 战胜那些 就是 现在还是小白的 杠金的 对吧 就是 走过的路 他不愿意复盘的 你只需要战线 这些人就够了 就够了 对吧 所以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 现在是找那块 最短的版 什么叫最短的版 就天天在创新低 就最短的版 就创业版 客厂版 这种 就不是最短的版 最短的版 发出了强烈的反包子 上涨信号 那就代表着市场 要开始转方向了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我说的 对吧 银行板块 跌的还不够 银行板块 继续跌 或者说 明天 深圳滑墙也 也被干掉了 对吧 就是也断板了 情绪之战之下的时候 你要等到 那个冒出来 我也不知道 创业版是 收入冒出来 还是下周一 冒出来 这个我没有办法讲 吃某一天 但是我把所有的特征 跟你讲了 你只要记住 这个特征 其实最多半天 就最多 一个上午走完 你就知道 那个点出来了 下午一开盘 随便买 你仓位就能提上去 好吧 那今天这个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好吧 好 谢谢大家